大家好,今天是8月24日,星期四 星期二我和我的同事打倒 我说明天不用上班,星期四才见 结果我赢了,不过没有奖品 天甲会打全日的8号风球 谁知道出乎我意料之外,打到10号风球 先说今天,因为昨天是一个台风假期 所以今天星期只过了3天 我相信最热门的话题是三子入獄后 即是坐牢后,现在已经坐牢了 社会的撕裂 我们看到的讨论里面 太大小小的网台,报章,甚至今早 第一个新闻,陈文敏也有说 就是说商学三子入獄后 我觉得香港的撕裂又再出来了 所以今天也想继续讲这个话题 天甲的威力出乎意料 因为香港真的很多年都没有打到10号风球 我自己家里也有点入水 因为东北风很厉害 我们的大厦也有20多年 在墙壁位浸水 但一到昨天的早上 例如星期三早上7点后 就已经没有了 因为风转了方向 我估计起了身 看到它流水 应该是 星期二晚 是凌晨之后 然后我看到它拖了地 不再流水 我也知道风转了方向 看到香港也有很多破坏出现 但是想不到在澳门 甚至有8个人死亡 天文台长也要辞职 实在出乎我意料之外 风的威力这么强大 希望澳门又停电 又没有水 又有伤亡 希望他们尽快 搞好 也涉取这个教训 我觉得香港仍然是 还可以的 也没有听到有人受伤 只不过行花村的停车场 居然整个浸水 幸好没有人伤亡 这个真是不幸中之大行 其实说回商学三子入育 无非上周四到现在 都是归纳三样东西 喝一口水 跟着时序 跟着重要性 首先说林郑 他主动在郑总 叫记者来 他主动回应政治检控 或者政治犯 就是他否认 跟着先飞上海 其实我觉得他的回应 匪夷所思 直到今早 陈文敏才说了我想说的点 但其实就是我 他一听那一招 我已经有这个反应 第一件事就是 第一件事就是 你说什么呢 我先说完他内容的点 第一件事就是他自己没有参与 律政司是独立判决的 我相当肯定律政司是独立判决的 因为没有人同意 律政司开会的人 没有人同意做司法复合 只有他做 他坚持要做 所以这个肯定是律政司的独立判决 另外他就说 司法复合在合理时间内提出 以及法官没有偷鸡 法官在判刑的时候 已经考虑他们 已经做了社会服务领 所以有些是减刑一个月 其实问题就是 根本他答的东西是不对提的 他自己想说 他这个不是政治检控 他们不是政治犯 或者是良心犯 但问题就是 他举出的东西 跟这个问题没有关系 第一件事就是 别人说你有 你就说你没有 那根本就是 不需要回答这个问题 你为什么要主动开 现在简单说 别人说有 你说没有 那需要什么讨论 你关注两个口 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别人说你政治检控 或者说他们是政治犯 就是说你什么 就是说 他现在不是说 你的程序出现问题 也不是说你的判刑出现问题 而现在是说 你不是因为这个判刑过轻 而去司法覆核 再判他们 而是说 你是怀有一个政治目的 就是说 你是想特意踩多两个 做一个 简单说就是立威 你们不要搞一地两检 你们不要搞一地两检 那些东西 你们不要搞判刑 你们不要搞判刑 那些东西 你们不要再搞这些社运 告到你坐牢的政府 所以他才说你这是政治检控 你懂吗 有一件事 我们是帮不了黄之锋 我不喜欢黄之锋 我觉得他应该是 去坐这六个月 他应该是六个月的 但问题 黄之锋说了一句 他说 你可不可以解释给我 为什么第一位法官 判他社会服务令 而法庭居然接受他的司法覆核 律政司的司法覆核 而现在再判是判他六个月监禁 这个落差很大 我们不应该用后来的事件 去影响之前的判决 对 虽然根据Common Law 他将现在所有司法覆核再判的 都放在案例里面 将来再判就要跟这个案例 但是你司法覆核这个Case 不应该看后来的事情 摆明你就看了后来的事情 这样对黄之锋公不公道呢 不公道 所以我就说 如果你要解释 这个不是政治检控的 第一件事 你就告诉我 为什么律政司要留下 就是他自己 律政司要留下 就要搞一地两点和占中 但是根据政府 那个架构来说 可以交由下一任律政司去做 为什么一定要原国强留下 为什么不在他在位的时候 叫他去做呢 你现在留下他 等他去做丑人 你还没有政治目的 第二件事 为什么不让梁振英都留下呢 为什么 梁振英留多年就可以了 占中梁振英最清楚 DQ这些议员 也是他自己提出司法覆核的 旺角暴乱事件也是他定性做暴乱的 占中他整个在指挥 为什么不留下特首呢 而只是留下袁振英去做检控呢 那你还不是政治检控 还有 为什么很多占中黑手还没有检控 而只是检击他们的几个呢 你要解释完这些东西 才可以说 大家一视同仁的 你才可以告诉别人 这个不是政治检控 现在别人不是说你的程序有问题 你不要搞错 现在不是说你不是独立判断 现在别人不是说你行政长官干预他的判断 你林郑月娥回答什么呢 那我想问一件事 现在你这样回答 就是说别人说你有你说没有 那撕裂是不是更严重呢 为什么 为什么 习近平 要换了梁振英 而把林郑月娥上去呢 基本上 除了他给了熟悉架构之外 希望他减低撕裂 你这样做 就是增加撕裂 其实你没有做过事情 还有我们说过很多次 政府 无论如何都好 应该有个说法 很清楚告诉别人 第一个法官是错了 他又不敢说 又跟别人说 喂 我们不可以这样说法官 那你第一个是错了 你第一个摆明就是错了 不然你为什么要接受他的司法覆核呢 还有我要强调 不可以用后来的东西 就是说佔中 或者是鱼蛋革命 或者是水火客 而去判回回头 因为后面发生了 所以这个司法覆核我接受 而左下 是佔很大的比重 还是不可以这么小 是不对的 你不能走回头去判 你左下本身 就应该要摆在一个很重的位置 或者是一个对等的位置 但是你又不告诉别人 你只是告诉别人 喂 这个 你不可以这样说法官的 但是 不好意思 你的法官是判错了 是不是 那就是怎么办呢 那是不是增加了一个撕裂呢 我经常说这句 你说有他说没有 那就是撕裂 不过你只是观置两个口 对不对 就是 林郑月娥 一在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 她就出事了 她每次都是这样 好 我来讲第二个 第二个就是前大律师公会主席 石永泰 一个我不喜欢的人 OK 她的言论 迟不来早不来 DQ那时候 梁柔他不来 DQ四个议员他不来 判旺角暴乱他不来 偏偏现在他才出来说 为什么呢 现在很明显 就是第一位法官错了 他要和他们 他要和他们 保飞 他要和他们解话 说到 这个三子是多不正 说到占宗多不正 戴耀廷多不正 所以第二位法官才敢判 而他说 第一位法官 是情绪化 太过情绪化了 我们不妨想想一想 不要让他整段 突出 然后我们觉得 是的 其他人都说得对 戴耀廷是价格的 三子也是价格的 出得离行 迟早要还 求仁得仁 那我们就被他掩蓋了 最重要的部分 为什么第一位法官判错 他说这么多话的目的 就是想隐藏 第一位法官错了 轻轻大个就算了 大部分人现在讨论的是什么 拉救戴耀廷 拉救占宗三子 这三个人说的 出得离行 迟早要还 求仁得仁 其实他都曲解了他们的意思 他求仁得仁的意思 只是你肯抓他 他不觉得 你记住一件事 现在这三子 他不觉得你抓他坐牢是公道的 他仍然觉得是不公道的 不然他为什么要安排上诉呢 只不过现在是理官自两个口 所以你说求仁得仁 是不对的 如果他说求仁得仁 他就不上诉 他意思只不过是 如果他真的犯了法 我应该要坐牢 但是他觉得我现在是公民抗命 你第一个法官 是判了我社会服务令 所以他不是求仁得仁 社会服务令才是求仁得仁 他说上次DQ议员是政治检控 今次一半一半 我告诉你 两次都是政治检控 大家有没有想想 为什么这么多次 很多占宗的都告不入呢 其实袁国强和整个律政司署 都是一样的 他们都是不赞成告的 为什么 因为他觉得年轻人 他根本就不赞同中国 他觉得应该表达是对的 不是阻挡他 阻挡他 阻挡他 阻挡你们 对不对 所以问题就是 现在特别留下袁国强 还不是政治检控 要达到一些政治的目的 就是告诉别人 你们不要搞社运 全部要坐牢 这就是政治的目的 就是这么简单 其实 石永泰有一件事 他给我们都很清楚 就是 他知道这个司法制 这个 所谓法官这个 法庭这个制度 是有问题的 因为 没有人去看回 没有一个制度 没有人去看回 究竟第一个官 怎么判 还有 司法复核成功的话 往后 所有这些社运 全部都要判坐牢 因为根据common law 要看回之前的案例 现在有137个案例 你还不判坐牢 往后的全部都是坐牢 只不过是坐多少个月 还有正常 全部都要坐三个月以上 就是留案帝 法官是否真的判错呢 不是 他未必判错 因为当时的气候是这样 法官如果判坐牢的话 是被人拆骨 但是现在的气候不一样 现在的气候就是要判坐牢 但是问题就是 当时的判决是有问题 因为你要考虑阻嚇性 说了很久了 如果不是后面哪里有鱼弹革命 是吧 石永泰就是不想你 touch他法官里面的制度 如果你touch他 去监管他 每一个法官怎么判的话 那么大律师公会便废了 他就是不想大律师公会 受到任何规管 石永泰这个就是聪明的地方 他只是说一句 他说这个法官比较情绪化 还有这个法官没有考虑阻嚇性的比重 但是他将大部分的蝙蝠 说其他就是想引开你的注意力 他不想你们挑战现在这个法官制度 和林郑一样 他一直在告诉你 我们不可以这样说 如果法官是对的 那为什么你要重判呢 是吧 所以这个其实是香港的一道防线 但是这道防线 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 已经被大陆攻破了 因为说了 行政主导 行政是在立法和司法之上 所以现在的判决 其实是有政治检控成分 即是说 法官是要看社会状况 但是这个案子是不对的 因为这个案子是当时看 不是回头去看 大家听了这么久 你不要误会 我没有告诉你戴耀廷那些不用坐牢 我没有告诉你三子不用坐牢 他们是犯了法庭说的罪 煽动罪 非法集会 还有你是首领 你没有负义 这些罪 其实不要说判六个月 三年都判得你 判轻了他 我没有说他对 但是我们那个 林郑一娥那个 主理问题的手法 和石永泰 和石永泰 护住这个大律师公会 或者这个法庭 是很明显的 我希望判爆他 就是说 其实他们说这段话的目的是这个 三个人 三个当然是支持三次大游行 没有人去点人数 所以有些人说2.2万 我听大班说 大班说他感觉到有10万人 我不知道 我在镜头面前看 几万人应该有的 人数也不少 其实几万人 所以我们要正视这个问题 就是说 很多人说 占中三子 就是现在这个商学三子 他们是年轻 所以容易被人误到 我不觉得是 因为他们都不小 其实他们不是被人误到 而是说 一直以来 香港的教育和政府 都没有做这个工作 完全没有做到 因为香港没有做这个工作 政府没有做这个工作 那你才被人误到 如果你不断去宣传 无论做什么都要守法 不可以煽动其他人 不可以阻止其他人的方便 不可以去带头做一些冲击的行为的话 他们都是和平集会 都是正常去示威 那他们怎么会犯法呢? 例如你林郑月娥 这次 或者你张建宗 你这次很明显他们犯了什么罪呢 就是 非法集会罪 煽动其他人 爬栏杆 冲击 拉铁马 你有没有做好功夫 去很详细地告诉别人 他们错了什么 争取言论自由 应该包含什么 不包含什么 暴力的界线在这里 不可以超越 你只是说法庭说和理非 那你有没有解释这件事是什么 有没有做这个教育 没有 因为这个问题是一个敏感的议题 他们不想说 最好明智保身 简单说一句 大家认为判了这三子入狱 解决到问题吗 我可以回答你 没有 不知他们三个 其他现在令到他们三个变英雄 他们根本就不觉得 我公民抗命大过法律 那就不对 政府有没有做一些资源性的事 有没有做一些教导性的事去做呢 没有 阿爷叫我做就做 阿爷叫我检控他就检控他 阿爷叫我出来解话就解话 解得到也好解不了也好 解了就算了 是这样的 那怎么修补撕裂呢 我刚才也说了 不如找梁振英回来 整个占中的过程 鱼蛋革命 DQ 议员 他都在场 你找袁国强回来 为什么不找梁振英呢 是不是 如果中央是找林郑的 而炒了梁振英 那为什么要找林郑呢 如果你也不能修补撕裂问题 其他他现在做的事 我都看不到跟689有什么不同 只不过他少出声 一出声又是撞板 所以我不觉得 但是我仍然觉得 今次法庭接纳司法覆核 而判他们坐牢 根据法律的观点是对的 是对的 而我也谴责第一位法官 法庭真的要做好 所谓他们内部的管理 究竟一个法官怎么判 是不是应该有人监管呢 还有一样东西 是不是我们都要监管法庭呢 很明显是法庭做出来的撕裂 如果每个人都去做司法覆核 每个人都可以的话 那天下大乱了 问题是 你司法覆核有理由 那一刻才可惨 他不是没有理由 很多人是有理由的 那你怎么办呢 你能接纳他就有理由 他有胜算 不然你也会拒绝他 所以我觉得 很多方面 政府 法庭 大律师公会 都要做功夫 才可以慢慢解决这个撕裂 今天就说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注意自己 老人家和小朋友的健康 有保险需要就要买足了 如果大家想看我的财经日志 你可去搜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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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箱 Shelley 这里有评论 直接输入游腾气也可以 希望大家今晚 這天甲走掉后 天气都挺好的 希望大家今天晚上有个好梦 周末再跟大家见面 拜拜